香港時間接近清晨五點 這一節就給加拿大觀眾 閉嘴 因為我等聯合國大會 稍後的發言 因為 有段時間講 但是 大家很謊話不解 我就順便解一解 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件事 件事是這樣的 因為我要教一個地方 件事是這樣的 印度 突然加拿大和印度的關係 急轉直下 印度不批加拿大人簽證 突然對印度硬得飛起 中國只是首要敵人 為何突然搞救印度 大家會這樣疑問 反中國還反中國 印度有些事情是幫不下的 這次的二人簽證是一定要硬的 他不硬的話 他就不應該再做加拿大首相了 理由是什麼呢 就是印度 所謂在加拿大境外 印度的特工在加拿大境外 對抵抗了龐赫舶的獨立分子 因為龐赫舶的問題 北歐都很麻煩的 因為印匯分治的時候 英國人沒有 Petition 龐赫舶 如果你說龐赫舶 分開 就是西克教和自己的國家 应该是多一个国家 但是问题是印度就不肯 巴基斯坦也不肯 因为庞姐好帮 巴基斯坦和印度都有的 两屁都有的 如果真的搞独立的话 巴基斯坦和印度中间就会多了一个国家 这个是不是好事就不知道 但是印度以往的庞姐好帮的问题 困了印度很多年 几十年了 也不是近几年的事 很多年 很多年的事 问题就是现在印度就这么有 好识说任何 我不讲庞姐好帮的问题的细节 我只是讲一件事情 任何国家 任何主权国家 都不会容许有人这样暗诱 这个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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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主权国家都不会容许 第二个国家的特工 在你的国土上 你暗诱 光严谤 你在美国国土上 ạ 돼 meio美国国民 这件事也不行的 那美国就是打闭他 攻击 curiosity 因为他真的阻挡他 现在的情况就是,你不可以这样玩 你印度在加拿大土地上这样玩 任何加拿大总理的回应都只是一定要站硬 之后你暗中在外交层面上 如何去打瓶件事,blah blah blah 另外一个问题 你不能够这样玩 你这样玩是不行的 一定死定的,这件事不能谈 不用说 这件事是不能谈的 我想每一个正常的加拿大首相 唯一的可以做的,我都是 和印度抗议到底 当然印度这个新的总理 也是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个也是另一件事 好了 现在的问题是,你现在 旁者谱这件事是怎样搞出来的 旁者谱这件事 这件事是怎样搞出来的 这件事是怎样搞到这样的 这件事就真的是英国人的塑州市了 旁者谱问题 真的是塑州市来的 因为旁者谱这件事是怎样搞出来的 因为旁者谱问题是怎样搞出来的 这个塑州市其实就是英国人的 原本旁者谱是一件事 但是后来因为石黑教徒经常都作反 那英国人就将旁者谱地区一分为二 那天就分为东西旁者谱 那就是东西旁者谱 照计那些日印回分治的时候 应该是将旁者谱合约 但是这个有一个技术的问题就是 因为旁者谱的区域区 包括了今天德里的地区 OK 德里联邦直轻区 那就很糟糕了 那大家知道德里联邦直轻区其实它是等同 就是你这个 因为你德里联邦直轻区 它是属于这个首都的 首都那样的 OK 德里、新德里和这个地区是 德里是印度第二大城市来的 OK 那你就说你这个 你这个你变成了你会有麻烦 因为你德里的地区 你是首都 OK 如果我给你整个旁者谱的区域獨立 我就很糟糕了 我就说我不要 譬如德里那些旁者谱的区域不要 那我只是要旁者谱的区域 有一个国家就可以了 旁者谱的区域帮 但是问题的问题也是出现 都会出现这个问题 喂 但是你旁者谱的区域开獨立 在首都附近 那就不行的 对印度来说 所以印度那时候没有接受这个方案 印度和巴基斯坦也好 它就各自拿了自己那份旁者谱 OK 西旁者谱就是用阿拉伯 和波斯字母写 然后东旁者谱就用 印度拥有的旁者谱就用另一个写法 是这样来的 就是这个 就是用这个 用这个旁者谱就用自己原有的写法 叫古墨基文 这样 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就很吵架 所以 英国人 以往都搞不定的写黑教堂 好实说 更何况印度也不会搞不定的写黑教堂 所以就不断地有战和发生 是这样来的 OK 那个没有稳定过的 印度北部一向都是很吵架的 印度北部 又是克什维尔 为什么 因为克什维尔的问题 印度这么紧张 是因为克什维尔会影响到 德里地区的安全 因为你德里 德里一带是印度北部的 如果你克什维尔搞不定的话 你会影响北部的安全 就是中国可以威胁的首都安全 当然 没有人这么吵架的 怎么说 就是占你印度有任何用 其实在国家我不敢说 但是中国这种国家 这种人国 如果他可以入侵印度 他真的有勇敢入侵印度 印度就不想再有任何被入侵的事情发生 因为你知道印度的独立 差得挺辛苦的 印度是被异族统治了很久的 由莫外尔帝国 一直所谓很多年 就是由蒙古人变英国人 简单来说 印度真的能够自个管治的 是1947年印匡分治之后 印匡分治之后 还要被信回教的那帮印度人 就是那帮印度裔人 分了巴基斯坚出来 那帮就当叛徒的印度人 就是印度教自己的看法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庞姐普问题的原因 就是庞姐普 是信赛克教的 赛克教和印度教的一回事 所以就很够麻烦 本来就已经很麻烦 麻烦得很厉害了 由印度独立到现在 没有解决过这件事 OK 感爱以来 只不过就怎么样 以往就这些问题就... 有时候会有一些恐怖袭击 但是就没有提出说 就是如何去到印度 走去找特工暗游 这些就... 这些正在沾线的东西 就很厉害了 就是另一件事情 但是另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印度的民族主义 其实现在全世界的问题 就是民水 那帮民水傲 因为你说波兰 突然跟乌克兰争争 你以为波兰政府想跟乌克兰争争争争吗 他选举没办法而已 大哥 因为他要... 他... 他那个PIS的党是玩民水起家的 大哥 那么问题就是 他知道一定要帮乌克兰 但是问题就是 他的民水飞的那些聪明飞 他搞不定了 结果他要扮个姿态 接着... 立陶宇就立即出来做和事 就是说 当这个很羡慕之症 我不会影响他聪明生计的 就继续行的 他就说 啊? 这样也行 没办法 民水很麻烦的 整个热久政治 全世界都有这个热久政治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 那些人在想 就是为什么 完全是没有充盘考虑 缺乏常识 也缺乏知识 乱勾 你说迷信一些正棍的政治口号 这些就叫做普遍神 在我眼中 你印度现在的总理 现在的... 就是自从国大党没有了那个毒断之后 国大党是甘地利克 一物 他那个是怎么说 他是印度民族主义 但是他都还会讲一下这些道理的 现在这些不是的 印度 印度现在这些不是的 这些是真是普遍神 因为你普遍神 你印度 你走普遍神 你就是要满足那些人的那些 他觉得就是 那些信印度的那些 觉得就是这些是叛徒 所以就叫他 这样就叫他 所以印度的民主是有问题的 因为他的那些 民粹主义者会做一些措施 去侵蚀民主政治的嘛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的 所以你就会出现 这些隔开那么有的事情 就是这样的 因为 这个民主国家 不是应该这么... 这个问题就是印度的民主 不是... 是有很多问题的 不然也不会以往 张普常有说 什么叫做印度之耗 印度之耗就是 参谋制度化嘛 但是为什么你会玩出 参谋制度化出来 没事的 因为印度它本身 那个国家本质的问题 那个国家体质的问题 印度那个... 国家... 你记住印度的问题就是 它有大量的贫穷人口 那个印度教是足够的 OK 有大量奇怪的问题 社会 那些人没有学会的 那么结果你走一个民主政治 那时候当然 印度的民主政治就是靠一帮 就是读过书的精英 全世界最硬眼考的盟官系统 叫做 就是Indian Civil Service 但是除了这些之外 老实说 你就算是Indian Civil Service 那些人有多厉害 你知道世界局势 真是心明大意 什么都好 你民主政客 他知道要看那些费票 就是看那些救人费票 你看到印度的费票就是 你说 你集体强奸是没有问题的 整班人觉得这是刺意线的 警察包给集体强奸的东西 这件事是按钩的 你这样一个这样的国家 你怎么会 政府不会做一些费票出来 没有可能的 所以印度的问题就是 你说印度 你看西方对印度崛起 对扶植印度 你中国见过鬼都拍 你看中国已经supposed 西方对中国和对印度的看法是不同的 西方对中国是有一定的尊重的 你记住这件事 西方对印度其实是没有什么尊重的 禁我以来也是的 西方觉得 中国高半级的 是我们就觉得知道共产党这些价格的东西 但是问题就是 在西方人就算有八国圆骨之翼 这些痴迹的东西 中国仍然是高半级的 这个就是个问题 所以 但是问题就是 以中国 最后都变成了青山共和国 喂 如果印度这些 它本来的 就算它是贤民主制度 它那个文明 它那个社会的问题之多 但是西方没有办法的 因为西方的话 是扶植印度的 是因为中国太瘋了 但是如果你没有了中国这个瘋的东西 你说西方是不是很想扶印度 不 并不是这么看的 因为印度 印度可能是什么 有些人很厉害 吸收了 变成了西方的一部分 但是问题就是 你要去 接受印度是他的一员 就是成为一个 所谓主流社会的一员 其实大家有意见 因为原因就是印度 英国人管印度管到 管到怕的经验 是告诉大家很多事情的 因为英国人管华人 管香港 香港就变成了一个 如何呢 变成了一个自己的文明 就是西方文明体系的一员 OK 就是所谓西方人文明体系的好学生 印度就是 英文好的 数学好的 工程好的 但是他的问题就是 他是否一个西方文明的好学生 不一定是 过一下就惨了 就是印度那种交易是什么的 如果你给他助长的话 是会变成的 你去其他中国 甚至是 比中国更弱 都不会出席 所以这个是没得谈的 所以你说 Tudo Tudo 另一件事情就是 你说加拿大 所以你说加拿大 他没有可能这样引起这件事 但是加拿大另一件事情 加拿大 当然有选举考虑 Tudo Tudo 因为加拿大有不少是旁者铺帮帮助的人 要不然旁者铺独立运动 都不会在加拿大有一定的声音 所以你说 一来就 这个Tudo 他要有加拿大 吸引加拿大选举考虑 应该是一来的 因为他是一个相当很大的选票 这个第一 但Tudo 也剩下一个考虑 是印度人口 因为有些印度人口有一个问题 就是 你说香港的华裔人口 一般就不会潜过美国的 你说中国那批就辞了港区出来的 我认为是很容易处理的 印度那批就是 在美国拿不到Visa 那些才留在印度 然后在加拿大 才留在加拿大 然后在加拿大站 稍后就打算回美国 OK 就是他在美国 我申请不到H1Visa那些 那去加拿大 那在加拿大做了几年的 他拿了加拿大护照之后 他就想回美国的 这帮人 这个就是另一个问题 就是这帮人都不会 不会终于 你看到一个东西 你说很多印度人移民加拿大 问题是 你有没有见过哪个加拿大 总是一个印度人 或者你有没有见过 加拿大的市长啊 重要官员啊 议员啊 或者是印度裔呢 没有的嘛 你有中国裔的议员 那就是中国裔的议员 就是怎么说 就开始不会要的 因为那些是中国间谍来的嘛 那你剩下的就是香港裔的 OK 因为我想如果加拿大 最后你说要加个第三个官方语言 应该是香港语家 正是中文词 我这样 这样也封了中国那些人的门 因为中国人 你以为 哦 你要考入籍市啊 你又是学法文 你又是学香港语 学香港语啊 你以为他们肯不学 我看他们不会啊 他们不会想学香港语啊 那些人 但是 一样很现实的问题 你 都未必再想这么多 想值这个机会 限制印度人过来 因为我实际说 你这帮印度人的样子是不熟的 你这帮印度人 我拿着一本加拿大护照 拿完加拿大护照 接着就走狗了去 喂 说真的 加拿大是期望那些移民会留在当地的 加拿大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 无论是中国来的 或者是印度人来的 都是怎样的 我以为是当他担心的 就没有想过在这个社会有任何贡献 你说香港语的 为什么他们就这么 那么感受 香港语的那些 不仅是融入去的嘛 他们还在前面上 和他们对抗中国嘛 大佬 他怎么说 他还要勇爱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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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帮法语的嘛 这才是个问题嘛 大佬 香港语的那些是站在第一线嘛 这个是很重要的 就是你是不是效忠 老实讲 你香港语的那些 都不是个个都是这样的 最初 对吧 大革命之后 很多人就发现 就是加拿大真的是自己的家 大革命之前 那时候 多少人由加拿大 如何去香港 那问题就是 大革命之后 大家就发现 加拿大真的是自己的家 就是自己的家 老实讲 你知有的态度都不同的 因为大革命的缘故 香港裔的那些人 和中国裔的那些人 那个政治那个分歧 令到香港人 站在首位加拿大 国家安全第一线嘛 那问题就是 你怎么说 你说什么印太战略 什么都好 什么都好 你印度 然后你怎么 你胡作非为这都可以 那这个是不对的 印度太早 应该是 他没有中国人的那种隐功 中国人就忍得 怎么 时机成熟才吃了他们的国家 印度就不是 印度就 立刻 都说 立刻飞弦大 那不是不行的嘛 大佬 你说这件事情 是否土兜身终 我又不是觉得它 是亲终的 它是想 跟着有点龐只抱飞 跟着乘机要留意印度 如果以后加拿大要收新的移民 也不会收中国 因为中国的批识人不熟 因为美国也不会同意 所以最后加拿大收那批移民 应该就是香港裔的 跟英国争香港裔那些 因为你听今期 女士就知道 香港裔人會去教育、教育、有錢、喜歡做事 不會取消社交貿易 你知道英國就是這個問題 取消社交貿易 其實他講到這十幾萬人從來沒有製造問題 他為什麼突然這樣說 很明顯英國有政策將會改變 如果這裡的觀眾就知道我說什麼 這裡的觀眾就知道 看完香港的半年報告 你都心會有數會發生什麼事 What is coming next? 對嗎? 估計師這樣說 為什麼會為了新政策做鋪戰 你都知道這些事情很清楚 你想一下去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加拿大計算很簡單 就是準備大一個收 如果收香港裔就沒有什麼問題 印度裔那些就怎麼 麻煩走開 我想這個也是兩黨共識 這些三黨共識來的 就是無論是新民主黨 New Democrat Party New Democrat Party 我經常都說到New Democrat Party 因為 None New Democrat Party 因為這些是德文 我已經開始德文化了 開始有些 就是Ripro Party 或者是Conservative 我相信它的共識就是 香港 如果我真的要收 因為加拿大也需要 實際需要研究 還有加拿大有一個問題 就是很多人 有些人就在加拿大跳回英國 因為加拿大不知道做什麼 加拿大 我知道這個問題 變成有加拿大的問題 那 所以 這個 你要明白為什麼 2 dose這樣 我明白 第一 它一定要這樣做 第二 第二就是 你印度那幫 實際上大家都知道那幫是什麼人 也沒有由於他們 一開始是不尊重的 就是這個不行 所以 這個 印度和加拿大的爭拗 很短期的案子 就是解決的 加拿大也不要以為 就是美國 印太政策 西方要求我 那些做什麼都可以 但是我不要這樣做人 這個混蛋 你不要有封信 這些就是印度人 印度政壇 那些壞事而已 好了 這一集就到這裡 到下一集 香港時間總上